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光流转 六百年前的北京臣 车马隆隆 人声鼎沸 这些外国使臣是第一次来到大明 他们听说这里的皇帝 十分钟爱狮子老虎 还将他们称作祥瑞之寿 便不远万里从家乡 带到大明的都城献给皇帝 因为他们知道皇帝高兴了 他们才会有机会走进皇宫 去面见皇帝 大明皇帝住的宫城 到底是什么样子 外国使臣在北京 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 下至黎民百姓 上至达官显贵 无人能完全说得清 或许在每个人的心中 天子的宫殿都有着不同的模样 外国使臣向皇帝进献瑞寿这一幕 被一位民间画家记录了下来 今天这幅名为皇都基盛的风俗画卷 第一次以高清完整的形式 面见世人 整幅画卷比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还要长16米左右 画家是谁已经无法考证 但他的画笔如同一台摄影机 大明都城南道路沟桥 北达居庸关之间 北京百姓的生活被一一记录下来 在一片片飘渺的白云之下 一座神秘的宫殿 仿佛置于仙境 他在现存官书可考的万历会典中 有了一个在遇天下的名字 紫禁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皇都积圣徒的作者 显然没有进入紫禁城的资格 所以他的丹青妙笔无法为紫禁城作画 但是画中 北京城的市井繁华 反倒让人更加神往 宫墙里的金碧辉煌 皇都积圣徒里最热闹的一段 位置就在紫禁城的一公里开外 也就是今天 前门到天安门之间 繁华的市场上 商品货物应有进入 既有江南水乡来的瓷器和布玛 也有北方草原来的皮货和麻菊 商业发达 娱乐业自然也就兴盛 弹琵琶的 唱小曲的 南秀北兄 繁华四季 皇都积圣徒告诉我们 六百年前的皇都北京 是大明的政治中心 经济中心 文化中心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 从画中紫禁城的后门 向尽头望去 在繁华的末梢 却是另一番景象 居庸关头 将士们立于城墙之上 关外有一批人马 他们的装饰 发型 都与中原人举行 为首一人 立马凝视着 前方的居庸关 紫禁城 居庸关 屠上尺寸之间 实际上也就一百多里 这个距离对于屠上 那些马背上的武士来说 只是一台腿而已 紫禁城 盛世繁华 原来背上有根芒刺 北京严庆 距离紫禁城一百公里 一座看似普通的明代火神庙 完好保存着明朝时期的壁画 这里曾是明朝军队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线 壁画中 诸神在空中助威 明军则在地上征战 而被明军打得溃不成军的 便是哪些虎视眈眈的马背武士 蒙古军队 明王朝建立之初 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仍处于原始社会 非洲同样有许多原始士族部落 而欧洲则刚刚熬过黑死病 处于宗教统治时期 此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仍然是明王朝 唯一能与之抗衡的 便是曾经称霸世界的蒙古军队 也就是曾经的元朝统治者 为了控制北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有了迁都的打算 南京是大明最初的都城 也是朱元璋称王称帝的地方 但南京距离北方边境十分遥远 如果蒙古军队大举入侵 明朝的王台部队需要跨越重重天险 才能抵达边境战场 当时北部重要的几个城市都在朱元璋的考虑范围 北宋都城遍良 地理位之适中 但军事上无险得手 洛阳和长安都是古都 但已经残破不堪 而只有一座城市 几乎拥有几个城市的所有优点 它就是元朝的都城 元大都 但前朝旧都并不是朱元璋的优先选择 最终进入朱元璋视野的 却是一座无名小城 历史掩埋了明代开国君王赋予这座小城的雄心愿景 直到六百年后的一九七二年 一位名叫王健英的历史学家来到这里 发现了一些可与紫禁城相媲美的建筑构建 这座小城曾经有过的显赫和尊崇 才被彻底揭开 六百年前凤阳叫做中都 这里矗立着一座和紫禁城相似 却更加宏伟的宫殿 凤阳故宫占地八十二万平方米 比北京故宫要大十万平方米 今天凤阳故宫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建造民中都的时候呢 是明确的是说的要以金师之制来建造的 说的金师之制呢 很可能就是像元大都那样的这个渡城的这个制度 而且当时是有明确记载 就是在建造凤阳宫殿之前 后二年十二月 是公共呢 是拿到了元大都的这种工程的图纸 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掘 都证实了 朱元璋曾经想要将凤阳立为都城的决心 朱元璋诞生于凤阳 他曾经在这里出家 也是从这里加入元末农民起义 他自然希望将故土发扬光大 从这些建筑构建中 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对于凤阳建都的良苦用心 这座石雕的匠心毒蕴之处 便在于它有镂空的雕饰 而这种工艺的石雕 如今在北京故宫已经不多见了 但以刘伯温为代表的群臣 并不看好凤阳 他们认为凤阳定都 朝中的乡党势力会就势作大 最终朱元璋顾全大局 他以南京与中都同时建造 劳民伤财为由停建中都 自己则暂时安顿在南京 定都南京是朱元璋的无奈之举 他虽然在南京改建了一座皇宫 但他对这座宫殿 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致 在改建过程中 朱元璋下诏说 朕今所作 但求安顾 不是华丽 凡雕事蹊跷 一切不用 台谢愿佑之作 劳民废财之事 有官之乐 朕绝不为之 朱元璋仍然以劳民废财为由 将南京的宫殿一切从前 面积也相应缩小 甚至在宫殿建成后 仍然宣称风水不好 看得出来 朱元璋对于迁都一事 一直没有死心 迁都确实能够解决国家的忧患 历史上不少君主通过迁都 成就了一个个伟大的王朝 拥有辉煌青铜文明的商朝 千三百年 因为水患等原因 曾先后迁都了五次 直到一位名叫 盘庚的君主 将都城迁到了复述的殷 才改变了国家的局面 让原本衰落的商朝 再度繁荣 罗马帝国末期皇帝军事坦定 将都城从罗马城迁到了亚欧大陆的要冲 败战亭 最终出现了横跨亚欧大陆一千多年的败战亭帝国 北魏时期 孝文帝将都城从苦寒的平城迁到了温暖的洛阳 也从游牧区迁到了龙庚区 北魏迎来了他最辉煌鼎盛的时代 朱元璋的盛世心愿 也希望通过迁都来完成 不过 这个宏伟的愿望 遭到了命运的无情足迹 朱元璋领寝东侧 有一片不起眼的台积 这里埋葬着朱元璋的长子朱彪 1392年太子朱彪病死 享年37岁 朱彪去世前一年 受父亲委托去考察洛阳和关中 实际就是去看看那里是否适合定都 或许是旅途新老 朱彪回南京后一病不起 不久便去世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朱元璋的丧子之痛无以言表 他在这一年的 济光禄寺造神文中说 本于千都 今阵年老 经历已倦 有天下出定 不欲劳民 且兴费有数 只得听天 这一年 朱元璋六十五岁 经历精神重创的他丧失了勇气 从此不再提千都一事 失去太子 一个更加迫切需要朱元璋考虑的问题是 大明的江山该交给谁来军灵驾驭呢 除了太子朱彪 朱元璋还有不少儿子被封为藩王 其中九个儿子被分封在北部的边境线上 分兵镇守北方要塞 九个皇子不能干预所在地民政 却有着至高无上的军权 他们沿长城一线 铺沉开来 构成了大明帝国的坚固堡垒 边境九皇子中最具才能的是四儿子 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 史书记载 朱棣冒其为美自然 智永有大略能推成任人 仪表堂堂的朱棣是一个极具野心的皇子 他不愿意做一个逍遥的藩王 而是瞄准了皇储之位 1390年寒冬 三十岁的朱棣奉父亲之命出征末北 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北方草原的强悍之敌 他要向父亲证明 自己的雄才伟劣 居于皇子之罪 但草原的刺骨严寒出人意料 同朱棣一同出征的 还有晋王朱刚 朱刚在广袤的草原中 奔波了好几个月 却找不到半个敌人 最终无功而返 朱棣的结果却截然相反 北援太尉乃尔布花 成为了他的座上宾 此前朱棣一边派出 曾与乃尔布花有交情的军官 去劝降 一边悄然包围了乃尔布花的营帐 乃尔布花见大势已去 不得不去见朱棣 面对败君之将 朱棣淤尊降贵再三款待 乃尔布花大为触动 他对这个燕王心悦成福 下定决心归顺大明 可朱棣并不是朱元璋 理想的接班人 或许是敌长子制度 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朱元璋去世前 没有把江山交给有勇有谋的朱棣 而是交给了朱镖之子 性格仁慈的朱允文 紫禁城 在他诞生之前 是朱棣燕王府的所在地 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后 在元朝皇宫 元大内的中轴线上 建造了一座燕王府 燕王府的精确位置至今仍有争议 但普遍认为 他就在紫禁城的范围内 就是在燕王府 兵强马壮 猛将如云 谋臣如雨的朱棣 决心夺取皇位 朱元璋亲手缔造了 大明王朝的国防格局 也亲手培养了朱棣 这个地方实力派 现在 这个地方实力派 成为了南京朝廷的心腹大患 皇太孙 朱允门登基后 年轻的建文帝心思手软 但这并不妨碍他果断削藩 一月之内 他连削三王 废为数人 湘王惧怕 自焚身亡 齐王被软禁于南京 代王被软禁封地大土 听到自家兄弟的恶运 朱棣知道自己是难逃此劫 于是在燕王府内 他一方面装疯卖傻 让建文帝放下戒心 一方面拉落精兵强将 密谋反击 公元1399年 建文元年 朱棣以清军色之名 在燕王府起兵 经过四年的拉锯战 长驱直入 打入南京 年轻的建文帝惊慌失措 他在南京的皇宫中 放了一把火 从此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朱棣这场打着靖国难为名号的战争 历史上称他为靖难之意 建文帝的众多臣子 因拒捕投降被残忍杀害 数不尽的建文朝臣子 愿意为生死不明的建文皇帝去死 南京显然不是朱棣的理想地盘 大明的历史需要由新的胜利者改写 而对于都城的选择也不例外 朱棣固然不喜欢屠杀之后的南京 但他还有更广阔地超出个人恩怨的设想 他已经和北原交过手 直到这个禁敌的战争潜力 面对这个重大威胁 朱棣觉得父亲布局的皇子戍边 是远远不够的 他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 天子戍边 天子戍边 顾名思义 就是将都城建在边疆 中国的历史中 从没有人想过 要把九五之尊的皇帝 放在危险的边陲 可朱棣要开一个先例 朱棣所心仪的都城 便是他的燕王封地所在 曾经的元大都 北京处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界线上 它曾是中原政权 长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重镇 五代十国时期 后进开国皇帝石敬堂 把北京为中心的幽云十六州 割让给契丹 从此 北京便掌握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手中 并先后成为了辽代的陪都 金代和元代的都城 如今 北京城能见到元大都遗迹的地方并不多 但故宫仍能寻找到元大内的痕迹 今天故宫的五英殿堂 有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桥 叫做断红桥 根据专家对雕刻风格的推测 断红桥应该为元大内留存 断红桥上刻有树木炯炯的游龙 还有形态各异的狮子 这座精美的石桥 向诗人展示着 明代之前的北京 已经是一座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 当时在元大都内 最鼎盛时期 常住人口多达百万 有辽金以来的原住民 蒙古贵族 各地的商人 佛儒道三教信徒和神职人员 还有很多来自国外的旅行者 使团和传教士 可以想象 明朝继承的北京城 都城的气象 已经浑然天成 元大都被明军攻克后 朱元璋更名为北平府 一余为北方平定之意 朱棣二十岁的时候就翻北平 他在这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常年受这种王者之气的熏陶 朱棣的眼光 一定也会更加的深远 朱棣想要迁都北平 他并不是希望子孙万代 天子戍边 他有着比自己的父亲 更为深远的理想 就是用北京解决北原 这个先父大患 将大明的边界往北推 当一个像唐太宗 忽必烈那样的天可汗 建立一个多民族的 大一统国家 他长期在北京 民事楼里头都会记得 都会说他的看法 就是如果这个 杜藤不是在北京 将来南京北京保得住 我们今天所把他上升到 当时对保卫北部边疆 对国家整个大局 稳定中国的这个政局 奉献社会皇帝开将 他组织的这个任务 朱棣正是在这一点上 超越前任 所以他是大科技的东西 然而 这一切的一切 朱棣只能在南京的皇宫中 独自畅想 朝堂之上仍然有不少 建文朝的旧臣 他们早已习惯 在富庶的江南偏安易渝 无法感受朱棣的雄心壮志 对于朱棣迁都的想法 朝中一直心存异议 但他们屈服于朱棣的残暴手段 不敢多言 在南京的朱棣 除了跟随他出生入死的 静难功臣 几乎什么也没有 他的想法显得十分孤单 不过 对于一个铁腕皇帝来说 最重要的是说服自己 而不是说服臣子 距离布宫四十五公里处 北京西北部的天寿山主峰南路 埋葬着朱棣与其挚爱的徐皇后 1407年 永乐五年 徐皇后去世 朱棣没有在南京附近 给他寻找安息之所 而是选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 明朝的官僚们是敏感的 他们从中判断出 皇帝陛下有了千多的打算了 近六百年后 毛泽东曾几次到明长林参观 他评价说 成祖永乐皇帝朱棣 敢在北京建都城 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 不怕蒙古人的铁骑 是个有胆识的人 朱棣要做全天下最伟大 最强大的君主 他所要求的宫殿 当然也是最华丽 最坚固的 如今在故宫博物院 人们很少能看到明代初期的地面建筑 但一直在持续进行的故宫地下考古工作 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依据 去了解明代早期宫殿的模样 在这个地点呢 发现了明早期一个 大型建筑基础砖砌砌的省堆 我们目前是发现了 有四个砌砌的省堆 这应该是目前国内明代考古一个 发现的体量最大 结构最清晰 而且工艺也是最精湛的 砖砌的省堆 根据我们在明中东的发掘 它也没这么大体量的砖砌的省堆 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 曾是明清两代 烧造皇家琉璃的所在地 村中的皇家琉璃艺术馆中 有一座大型琉璃龙纹 它便是来源于故宫 那在这个管理这个龙纹呢 它是2003年那个 故宫百年大修时候 更换下来的一个龙纹 它是同志年间的 五英殿配殿上的 高度呢是一米八 这个龙纹呢 它用在这个大屋顶正底的 两端 它的寓意呢就是防火 体灾之用 太和殿那个正稳呢 是三米四高 它重量呢是四点三吨 要比咱们这个稳呢 要大多了 位于故宫核心位置的太和殿 是故宫中体量最大 等级最高的建筑物 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 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 殿宇连同台积通高35.05米 相当于十二层楼 大殿靠七十二根柱子支撑 龙椅两侧有六根 粒粉贴金 云龙图案的柱子 直径一米 柱子是用松木拼接而成 需要两三个人核报 今天的太和殿 是清康熙年间重建而成 六百年前这里叫奉天殿 据明世宗十路记载 奉天殿远旧广三十丈 省十五丈有 据此为依据 六百年前的奉天殿 比今天的太和殿至少要大三分之一 许多专家推断 奉天殿如此之大 是因为当时支撑殿宇的柱子 使用的是更为粗大的南木 1406年 永乐四年 北京的宫殿开始建造 朱棣派出大臣 分头去四川 胡广 江西 浙江等地的原始森林 采办木料 一年后 从四川西南部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四川宜宾 这座拥有两千二百年历史的城市 是金沙江 明江和长江的交汇地带 而六百年前 当采末的公布上书送礼 到达宜宾时 他与北京 与紫禁城的诞生 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 这个城市就是金沙南部 就是1406年 永乐皇帝 在这个地方来采发 到修故宫 修天安梦的这个 这个树子就是他的后代 和他的后代 移宾下辖的平山县 曾经有一座神木山寺 此中早已残破的碑文 告诉了我们 一段传奇往事 六百年前 宋礼到达了宜宾平山县的山林中 他发现 这里的楠木形态粗大 质地坚硬 耐腐蚀性强 不少数的直径 可以达到三米 需要七八个人 才能核报 当宋礼正在思考 如何将大墓运送出山时 一场瓢泼大雨 让宋礼的难题迎刃而解 暴雨所引发的洪水 将南墓送到了河水中 时来天地皆同立 朱地的梦想 似乎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据了 这是天降神域 是对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们 最有力的回击 于是 朱地立即赐墓所在的山 为神墓山 并见词立碑 后世人分析 神墓山的传奇 可能有夸张的成分 但不可否认的是 要送大墓出山 极其艰难 天降洪水 只是个例 原是森林有豺狼虎豹 瘴气 雷火等诸多危险因素 当时的民间 有入山一千 出山五百的说法 采伐运送木材的人员 伤亡数字 超乎想象 就在神墓被源源不断 运往北京的同时 还有数十万背井离乡之人 正举家迁往北京 这位名叫戴廷玉的年轻男人 是江苏延城的望族 属于这次大迁徙队伍中的复部 在接连经历 元末明初的战争和静难之役后 此时北京的人口已不足十五万 朱棣决心填充北京 一生令下八方福凑 庞大的移民计划开始了 迁往北京的 除了像戴廷玉这样的江南腹部 还有文武百官 驻京卫所的军队 开垦郊区荒地的民人 工匠罪犯及家属 不断迁徙 不断充实 北京的气血 渐渐风银起来 明朝鼎盛期的人口 再次达到百万左右 天子之都 终于有了他该有的样子 戴廷玉一家搬迁北京后的命运 在如今的通州博物馆有迹可循 戴初是穆志明 出土于通州张家湾地区 穆志明的主人戴方 是戴廷玉的儿子 刚搬到北京后 戴家因为运气不好 财富日渐缩水 戴方长大成人后 眼光敏锐的他 找到了商机 穆志明中撰写着 公念祖父以勤俭起家 与富其顾业 继长客自树立 乃席居通金张家湾 创业于中马头 穆志明中所说的张家湾 是明朝初年 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京杭大运河 在元朝时部分河段 因为淤色 时段时序 为了打通南北运输干线 满足粮食供应和商业的需要 朱棣将这条三千余里的 大运河彻底贯通 戴方在这条大运河上做起了南北贸易的生意 数十年如一日 家族产业终于日益旺盛 戴士家族的变迁是北京城兴衰起伏的历史缩影 紫禁城带动了北京城 带动了大运河 带动了明王朝上升期的云云众生 北京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繁荣 迁都的时机越发成熟 1409年永乐七年 朱棣让太子朱高赤留在南京监国 自己则以狩猎之名回到北京 从此很少再回南京 故土难离的朱棣 则把自己的心愿融在了一幅画卷之中 公元1414年 永乐12年 跟随朱棣狩猎北京的汉林院官员们 以诗歌颤和的形式 引用北京的八处名胜古迹 并绘制北京八景图卷 图中的山水墨色 将北京的自然风韵 衬托得雄伟磅礴 官员们还通过北京八景图卷诗序 引诵北京浩瀚的历史 讲述古今明君 他们将朱棣比作周五王 当年周五王迁都浩京 聂殷商见西周 成就了自己的千古霸业 据后世人分析 北京八景图卷的出现 或许传达了一个政治信号 那就是朱棣迁都北京 是养成天意的明君之举 北京八景图卷向天下人宣告 北京是一座独一无二的 王者之城 此时无数能工巧将赶赴北京 为这座王者之城天砖家瓦 在紫禁城营建和修缮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套具有严格形制的 传统宫殿建筑施工记忆 被称为官室古建营造技艺 行内俗称八大宗 八大宗的记忆 造就了紫禁城 也流传至京 苏州香山 距离紫禁城一千多公里 有一个匠人群体 名叫香山帮 香山帮为紫禁城的建造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层 七层 五层 七层 激发的 激发的地 陆耀祖诞生于香山帮世家 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 他收了自己的外甥 徐吉凡 徐吉凡做徒弟 如今 徐吉凡也成为了香山帮的传承者 这个香山帮呢 实在历史上到明内杂族名声很高了 陈贤在造北京故宫那个天安门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 因为他造的好嘛 人也聪明 所以这个王帝呢不叫他名字的 叫他快乐感的 陈贤是香山帮匠人的鼻祖 六百年前 年轻的陈贤 便是起初建造北京工程的工匠之一 百祥的祖父凯明斯 父亲凯福 是苏州有名的巧匠 建造北京工程时 凯明斯 凯福去往北京 担任迎善匠一职 不到二十岁的凯祥也跟随左右 有人说他可以双手画龙 有人说他精通计算 竣工后的建筑与设计图分毫不差 在紫禁城最初的营建中 初出茅庐的凯祥并不是重要的设计者 但他却成为了紫禁城诞生的见证者 多年后 记忆超群的凯祥 官至公布侍郎 成为了之后紫禁城几次重修 乃至北京城修缮的主持者 香山邦的记忆 通过紫禁城的建造 从南方传到了北方 香山邦因为紫禁城 迎来他最辉煌的时代 紫禁城也因为香山邦 大放异彩 从1406年到1420年 在营建紫禁城最初的15年间 总共有上百万来自各地的工匠和民夫 先后参与 在建造紫禁城的过程中 有不少工匠因为受伤或生病 为紫禁城献出了生命 紫禁城 之后的600年中 紫禁城的宫殿 又经历了多次的重建和翻修 究竟有多少工匠参与其中 已经无法统计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帝王统治的时代 在帝王统治的时代 建造宫殿的大部分工匠 不可能被载入史书 以至于是在宫殿的时代 以至于今天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 不过封建帝王们绝没有想到 他们的雄心能够让极极无名的工匠 以另一种方式 以另一种方式 永垂不行 中国古代的宫殿 每一片砖瓦 石块都是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 有一些还要刻上工匠和建造官员的名字 以便出现质量问题 能够准确追责 这些刻有姓名的砖块 穿过了时空纽带 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六百年来的铸造者 就站在我们面前 自进城 这座用无数血汗换来的宫殿 千载名扬 万古灵芳 中国自有生殿之后以来 每个王朝都建设了自己的工程 但是那些工程都毁掉 只有故宫完整地保存到了经典 所以它是中国封建社会 仅存的一个标本 它用建筑的手段 规划的手段 讲述着历史的过程 历史的故事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观念 它把所有的美的建筑语言 全都得到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发挥 朱棣定都北京之举 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格局 没有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没有安定的社会局面 威俄的紫禁城宫殿 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而北京 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样子 它的影响 直到今天 依然生生不息 紫禁城 孕育了一座王者之城 也孕育了一个 王者的时代 紫禁城 孕育了一个王者的时代 虽然朱棣梦想中的盛世王朝 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实现 但他定督北京的决策 让北方和东北方的游牧民族 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为今天多民族的中国打下了历史基础 如今站在故宫 透过古老与现代相交错的北京 我们仿佛依然能够看到 六百年前 这座王者之城最初诞生的模样 1421年正月初一的凌晨 北京城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来自西亚 东南亚等 十多个国家的使臣 受邀去紫禁城参加大明的朝会大典 他们或通过陆路 或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 给永乐皇帝献上了奇珍异宝 朱棣想让他们看一看 这座他引以为傲的 华丽壮美的新皇宫 这一天 连同文物官员 有十万人前往紫禁城 同朱棣一起庆祝新年 隔自禁城的落成 他们即将看到一座 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 最为无语伦笔的宫殿 最为无语伦笔的宫殿 奉天长运皇帝赵约 开机创业 新王之本为先 既提守城 今国之仪由众 激震皇考太祖高皇帝 授天明明 君主华仪 创立将有 以赵邦基 四镇转成天统 辉红 红叶回怀 北京宫殿告成诏 用尽笔墨 将定督北京 描绘成太祖皇帝 子孙万代 天下军民之心愿 也是华仪随境 故今全盛之基业 那一天 紫禁城 山呼之声 愿迷欢动 那一天 还在建设中的 北京城 人们真诚期待 太平盛世的将领 只是 一座城 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来说 还远远不够 随着紫禁城的尘埃落定 大明即将踏入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局 嗯